药义书第二章第一节 你们要在社安吹角 在我圣山吹出大声 各种居民都要发展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 在接近一两个星期 我想以一个可以说大卫会莫 最后复还的概念 与大家研究吹角节 在今天我相信当你听这篇信息的时候 其实如果按着灾醉溪水旁 大约现在差不多应该过了九月中了 这篇信息 在这个时候你听这篇灾醉溪水旁 你的光景是怎样的 你的心境是怎样的 现在究竟已经有什么发生 起码在我这个时刻我不知道 因为如我所说 我和大家只是分享着 我所认知的 所有这些最有可能发生的事 但是事实 事实上是被很多这些精英 Firmation隐藏了 但是在过去 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年多两年里面 我们所作的估计 绝大部分都应验了 无论是我们说的 这个地球全面性所发生的灾害 很明显然都是真的被我们知道 有一个的 恒星正在接近我们 而这个恒星的 单单就是一个彗星 就已经是Alany了 所以接着下去 究竟会有什么演变呢 我只能够真的可以说 将最接近最要预备的步骤 逐步和大家说 免得大家混乱了都不知道 海啸的时候要做什么 黑暗之座要做什么 又或者甚至是 随星撞地球 或者各样的细菌 疾病发生的时候 圣经里面所说的 所有居民发展的时候 究竟我们应该做什么 其实如果按步骤班 有智慧的预备的话 我们就成为圣经里面 所记载的智慧人 所以譬如你们听这篇讯息的时候 我相信可能对影姊妹 已经有部分如火如荼 去预备大举旅行 预备这个荣耀列车的时间 真的意想不到 真的一个在2012年的荣耀列车 想不到可能很多 对影姊妹都在火车当中度过 好了 但是问题现在你的光景 当你听这篇讯息的时候 在那么多变动的时候 是否你现在正想找一个人去训练呢 我就想借着这几篇的讯息 跟大家慢慢分享一下 分析一下 我希望无论你现在 处身是什么光景 都能够借着这几篇的讯息 一直到九月尾 甚至到十月头 都能够给多一个方向给你知道 最重要我觉得就是 在我们短促的生命当中 无论我们是遇到什么的情节 最重要我们能够发出生命当中 真正的光辉 以及达到生命真真正正的意义 每个人都来到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要和这个世界说拜拜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有没有完成真正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呢 我相信这个就是信仰 给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提示 让我们在云云中生当中 说真的 每一个人去出生的话 他就一定要面对死亡 但是很可惜的是 在历代历世以来 我相信一百个人当中 在他活过一生里面 都不会有一个真真正正正的 而使得他能够100%达标 而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是生命的课题 既然我们拥有生命 生命的价值 就是在乎 他能不能够换到一个更高的价值 我们现在在今时今日 很多人都强调生命的价值 生命成可贵 又说到生命当中的自由 价格更高 很多这些东西 但是我告诉你 这些全部都是吹嘘的 是一班完全不认识生命的价值的人去说的 生命既然有价值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创造生命 以及施予生命给我们的神 其实希望我们能够 用这个生命达到什么呢 用我们生命的光阴去换取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的真体 而实际上在过去这二十多年的 分享信息当中 我相信 如果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就知道里面的价值 里面的真体 里面的真体 所以在这几篇的信息当中 我想和大家去理解的就是 为什么末后日子 会称为吹嘴角节呢 我相信 第一件 我们在再进心下去之前 我们要首先理解 其实吹嘴角节是个警号 吹嘴角节是个唤醒 去唤醒所有在租太生命的人 去唤醒那些生不如死的 租太神所赐给他生命价值的这些人 活在止醉金迷当中 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的一群人 活在他们自己的罪和私欲当中 都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神的一群人 这群人是需要吹嘴角节 而我说的这群人 很多甚至都是基督徒 这个就是为什么 在末后日子当中 神会用吹嘴角节去说 因为我们就这样看若书第二章第一节 这一段我们这几天会沮嘴的经文 我们就已经完全理解了 吹嘴角节是提醒的那群人 根本完全用他们有生之年 都是活在一个租太生命价值的过程当中 当神回来的时候 他们只能够发展 当神回来的时候 他们只会突然间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 当神回来的时候 他们只会发现自己在神的震怒当中 吹嘴角节就是这样的理由 所以弟兄姊妹 当你听到过去这几个月的讯息 今天走到现在九月 差不多接近九月尾 这一刻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光景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事件 大前提的 我们最重要的要知道 就是说 在这一刻 无论我们自己身处何方 我们是什么身份 我们有钱与没有钱 我们能够去到旅行 还是去不到旅行 我们是一个全职 又或者我们是一个打工仔 又或者甚至我们是一个学生 究竟这一刻 既然神知道我们的光景 神赐遇生命 神安排我们自己出生的地方 在这一刻 我们怎样能够使我们的生命 在吹嘴角节的时候 去回应到吹嘴角节这个信息 因为就好像 等于现在这一篇的信息 这一套的信息 不是为了神要我们去彷徨 或者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吹嘴角真正的意思 亦是吹嘴角节所代表 是给我们去换成 是让我们能够去警醒 这一个永远是吹嘴角节 排第一的真正的目的 若二书第二章第一节 你们要在石安吹嘴角 在我圣山吹出大声 各种的居民都要发展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将度已经临近 当年转发展 为我圆山吹嘴角 若二书二书三书三书三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